第四章 直播活动的实施与执行 通过本章内容你将学习到 直播活动的执行模型 直播活动的开场技巧 直播过程的互动玩法 直播活动的收尾过程 收尾方法 以及直播重点与注意事项 第四章第一节 直播活动的执行模型 常规的直播活动通常比较随意 只是简单的对着摄像头聊天 比如户外真人秀 室内直播等 或者是进行计算机屏幕的分享 比如我们的游戏直播 比赛直播等等 这类直播活动完全以主播的 随意聊天和随机应变为主 没有必要去进行专门的 开场互动 结束等设计与策划 而企业直播除了 主持人的随机应变之外 还需要进行相关的设计与演练 以达到我们的营销预期 从整体上看 直播营销包括直播前的策划与筹备 直播中的执行与把控 以及直播后的传播与发酵 这三大模块 不过这三大模块只是直播营销的整体思路 在细节层面 每个模块又可以继续拆分与细化 本章的直播活动 实施与执行 正是对上述 第二个模块也就是直播中的执行与把控 进行一个延展 直播活动的执行 需要将执行环节紧扣营销目的 同时营销目的需要围绕我们的效果预期来设定 企业的营销目的紧扣目标用户展开 直播营销也不例外 网友购买一款产品 不会看到广告就立刻下单 而是会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 刚接触时初步认识这个产品 第二步 逐步产生了兴趣 第三步 认可了产品或者企业的理念 购买产品并且会推荐给其他人 直播活动的营销目的 也需要采取以上三个步骤 在第一步 帮助观众获取感知 在第二步 逐步提升观众的兴趣 在第三步 促成观众接受这种理念 即以上执行模型中的获取感知 提升兴趣 促成接受 到了直播活动的执行层面 通常包括开场过程收尾这三个环节 直播运营团队需要将以上获取感知 提升兴趣 促成接受的营销目的 友好的植入到执行环节 开场的主要营销目的是获取感知 需要利用开场 让观众第一时间了解这场直播的内容 形式 组织者等等信息 直播过程中的营销目的呢 是提升观众的兴趣 一方面让他们对直播本身产生兴趣 另一方面 使观众对直播所倡导的理念 所推荐的产品提升兴趣 直播收尾的营销目的呢 是促成接受 好的收尾能够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让观众接受企业产品 喜欢企业品牌 并在其他自媒体平台上 也追随企业产品 直播活动的效果预期 依然围绕获取感知 提升兴趣 促成接受 这三个的营销目的 一生好的直播 需要在第一时间将观众引入直播场景 通常是快速引入 接下来利用过程中的 接下来利用过程中的内容与互动 让观众喜欢配上直播 在直播间停留 也就是我们说的产生沉静 最后再收尾时 让观众产生依依不舍的感觉 发出 啊这么快就结束了 还没看够呢 我去哪里能继续看呢 产品不错 我要买一个这样的感慨 这就是引发流流链 因此从效果预期角度 继续设计执行模型 直播直播执行 需要带给观众 引入沉浸流链的心理体验变化 通过以上执行模型 我们不难看出 直播活动的执行 就是要将企业营销目的友好的 植入到开场过程结尾 这三大环节 从而达到预设的效果预期 下面有一个案例分析 2016年8月12日 薛之谦亮相飞食小铺 联合巨美优品的CocoFriends 限量版新品发布会 在这场直播中 主办方恰当的应用直播执行矩阵 60分钟的直播内实现了粉丝数 与销售额的双丰收 直播开场时 主持人直接用简谈的语言将 主办方 评判名字 嘉宾信息 今日福利等直播 核心信息 告知观众 一方面使观众对于本场 飞食小铺联合巨本优品的直播产生兴趣 另一方面也激发了观众对于即将发售的CocoFriends 限量版新品产生了好奇 直播过程中薛之谦与观众充分互动 用新品给粉丝打底妆画眼影 引来累计750万人的在线观看粉丝 刷新巨美直播记录 在此环节中 观众的注意力一直被吸引 这正好达到了对直播过程的沉浸其中预期 直播收尾环节 在主持人告诉大家直播将要结束的时候 依依不舍的观众用弹幕刷屏 不少观众打出不要结束还没看得够的文字 显然本场直播在即将结束的时候 达到了引发留恋的效果预期 本场直播进行的同时 飞食小铺CocoFriends限量版新品也上线巨美平台 在线粉丝可实现边看直播边下单新品 不到一个小时的直播 品牌巨美 品牌巨美直播号粉丝增量突破50万人 新品销售数据激增 下面我们来一个课堂的讨论 作为观众 当你在直播间看到以下内容时 你会产生沉浸 甚至在结束时会有留恋吗 为什么呢 第一是露韩 某品牌组织100人在摄像机前吃水果睡觉 你会认为哪种情况你会产生沉浸 甚至是在结束的时候也会一一不舍有留恋呢 选出你的选项 然后告诉我们原因 第四章第二节直播活动的开场技巧 直播开场设计的五大要素 无论你准备了多少直播内容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开场 那所有的工作都可能是被公办 甚至劳而无功 因此直播的开场是至关重要的 开场是直播留给观众的第一印象 观众进入直播间后 会在一分钟之内决定是否要离开 直播间观众会根据开场进行判断 判断这场直播会不会有趣呢 这个主持人是不是很幽默呢 要不要参加这场直播呢 平淡无奇甚至是让人厌恶的开场 通常会让网友马上关闭页面 因此一定要做好开场设计 直播活动的开场设计 需要从五个层面出发 第一则是要引发观众兴趣 直播开场时的观众来源分为两部分 第一是前期宣传 通过直播开始前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宣传 粉丝会点击链接来到直播间 作为第一批观众 第二是平台流量 在该直播平台随意浏览的网友 看到有趣的直播会点击进入 主播需要利用语言 道具等充分调动观众的积极性 第二则是促进观众推荐 前期宣传及平台流量 带来的观众是有限的 甚至一部分观众会因为临时有事 网络故障等情况而退出 因此在开场时 主播需要主动引导观众 邀请自己的朋友也加入直播间 促进直播间的持续火爆 第三则是要带入直播场景 光看一场直播 观众所处环境各不相同 有的正在办公室加班 有的在宿舍上网 也有的正在赶往飞机场的路上 主播需要利用开场 第一时间将不同环境下的观众 带入直播所需的场景 下面我们有一个课堂讨论 为了使观众迅速进入直播场景 主播需要在开场时提到场景相关关键词 如美食直播的主持人在开场时常用的关键词 包括好诗 解馋 四香味俱全 流口水 寄上露露等 那么请试着列出以下几场直播 在开场时需要提及的关键词有哪些呢 第一种是天津古文化街街头采访 第二种是欧洲杯四进一决赛直播 第三种是火锅店开业直播 第四种是手机新品发布会直播 第五种是电影发行前点印直播 好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说 第四个要点 是要渗透营销目的 直播营销属于营销活动的一种形式 单本之上都需要达成相应的营销目的 在开场时 主播可以在三部分进行渗透 第一是将企业广告语 产品名称 销售口号等穿插植入台词中 第二是充分利用现场的道具 比如产品 旗帜 玩具 吉祥物等 对企业品牌进行展示 第三种是 提前声明利他的营销信息 比如说特价产品啦 独家链接啦 这样来促成销售 第五个要点则是平台资源支持 各大直播平台通常会配备运营人员 对资源位置进行监控与设置 资源位置包括首页轮转图 看点推荐 新人主播等 除事先购买广告位置的资源位置外 一部分资源位置会安排给当日直播 表现好口碑家的直播间 因此利用开场迅速积累人气 并引导互动会带来可能的资源位置 从而更快聚集直播间粉丝 下面有一个案例分析 2016年7月8日 保险公众宣传日到来之际 平安车险旗下平安好车主APP 联合虎秀传媒 以直播形式发布最新品牌战略 此次直播活动以车主用车生活为主要场景核心 联合平安好车主APP特色功能及活动介绍 引来了超过20万网友的观看 在开场前 中国平安发出微博为活动造势 同时为直播引来第一批粉丝 直播刚开场 主持人就宣布会发出1000元红包 鼓励观众分享直播间网址 邀请身边的朋友也来到直播间 并参与抢红包活动 由于本场直播与车相关 主持人在开场时与观众与嘉宾充分互动 引导嘉宾对加油太烧钱 开车成本高 上下班开车为钱繁星等话题进行交流 并简单介绍了平安好车主APP的部分功能 在现场红包福利与趣味直播互动的带动下 直播在线观众数量不断攀升 成为同一时间段花椒平台最具人气的直播间 获得花椒平台首页推荐 形成了人气旺到或推荐到观众更多这样的一个正向反馈 那么请利用我们本节学习的知识点来指出本场直播都应用了哪些开场要素呢 接下来要说说直播活动的开场形式 常见的直播活动开场通常包括以下六种形式 第一是直白介绍 你可以在直播开场时直接告诉观众直播相关信息 包括主持人自我介绍 主办公司简介 直播话题介绍 直播大约时长 本次直播流程等 一些吸引人的环节 比如说抽奖彩蛋发红包等 也可以在开场中提前介绍促进观众留存 比如某三人篮球赛决赛直播开场可以是 大家好欢迎来到由叉叉公司赞助的户外篮球直播 我是主持人倩倩 现在我们正在北京市工人体育场 为大家带来大约一个半小时的直播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会有八支三人篮球队参与 先获得15分者就算胜出 在比赛结束后 我们会邀请冠军球队在直播间抽取三位幸运观众 你们将获得由叉叉公司提供的篮球服役道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第二是提出问题 开场提问是一 在一开始就制造参与感的好方法 一方面开场提问可以引导观众思考与直播相关的问题 另一方面开场提问也可以让主播更快的去了解本次观众的基本情况 如观众所处地区爱好对于本次直播的期待等等 比如某心理研究分享直播 开场可以是大家好欢迎来到叉叉的直播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奇怪的事情 比如说你剪了头发的时候 你发现满大街都是短头发的女孩 当你怀孕的时候 你会感觉身边好多人也都怀孕了 你不坐公交车的时候 经常会遇见公交车 你去坐公交等车的时候 他又不来了 如果你遇到过这些事 不妨在弹幕里打一个1来告诉我 类似的事情 你们还遇到过哪些呢 大家也可以在弹幕发出来 咱们一起看看还有多少这样的事情 第三种开场呢 是抛出数据 数据是最有说服力的 直播主持人可以将本次直播要素中的关键数据提前提炼出来 在开场时直接展示给观众 用数据说话 特别是专业性较强的直播活动 可以充分利用数据开场 第一时间令观众幸福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直播开场的数据必须真实可靠 否则会引发观众对于直播真实性的质疑 目前各大直播平台均具有弹幕功能 且直播主持人无法选择或者设置禁言 一旦主持人抛出的数据有误 会直接导致直播间观众利用弹幕质疑 数据反而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比如某理财直播开场可以是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是基金理财 不少人都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每个月工资5000多元 生活花销4000多元 按理说到了年底能攒下万八块钱 可是到了年底却发现自己没攒下什么钱 更麻烦的是工作了五六年 几乎还是月光 实际上每个月拿出500到1000元去购买一些基金理财产品 你完全有可能在工作五六年的时候靠理财 理出人生的第一个十万元 同样的工作同样都干了五年 账户里的资金却是零元和十万元的区别 具体怎么做呢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这次直播 第四种是故事开场 我们从小就爱听故事 直播间的观众也不例外 相对于比较枯燥的介绍分析 故事更容易让不同年龄段 不同教育层次的观众产生兴趣 通过一个开场故事 带着听众进入直播所需场景 能更好的开展接下来的缓解 如某公益活动直播 开场可以是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 从房间里看见窗外的一棵树 在秋风中树叶一片片的掉落下来 病人望着眼前的萧萧落叶 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他说当树叶全部掉光时 我也就要死了 一位老画家得知后 用彩笔画了一片叶脉清脆的树叶 挂在树枝上 最后一片叶子始终没掉下来 正因为生命中的这片绿 病人近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今天我们要做的这次公益活动 也是要去帮助一些孩子 帮他们挂上一片片的树叶 让他们看到希望 第五种是道具开场 主持人可以借助一些道具来辅助开场 开场道具包括企业产品 团队极项物 热门卡通人物 旗帜与标语 场景工具等 其中场景工具根据直播内容而定 比如趣味拍卖直播 可以用拍卖锤作为场景工具 知识分享直播 可以借助书籍作为工具 户外活动 户外运动直播 可以加入篮球足球等作为道具 比如某户外旅行直播 开场可以是 大家好我现在正在青岛某某小动物乐园 为大家带来这场直播 我刚才路过小羊小狗小鸡的住处 现在来到了鸽子乐园 哇你看好多小鸽子围着我呀 来我们一会儿把摄像头对着这只 这只可爱的小鸽子 让鸽子和我们直播间的观众 打个招呼吧 第六点可以借助一些热点 上午的人尤其是参与直播的观众 普遍对于互联网上的热门事件和热门词汇有所了解 直播开场时 主持人可以借助热点拉近与观众之间的心理距离 比如某美食直播 开场可以是 大家好 这两天有一条新闻特别火 美国的鲤鱼泛滥 个头非常大 破坏了当地水域生物链 为解决鲤鱼泛滥的问题 美国密歇根自然资源部 悬赏100万元美元寻求解决之道 有中国网友感慨 很简单 吃呗 那么鲤鱼怎么做才更好吃 而且更有营养呢 今天我来教大家一种鲤鱼的新做法 下面我们来一个课堂讨论 学校社团联合会计划办一场直播 在网上进行图书意卖 所有意卖收入都将捐给 捐给希望小学 那么作为直播主持人 你认为以上六种开场形式中 有哪些适合本次直播 具体应该如何设计话术呢 第四章第三节直播互动的五种玩法 第一直播互动四项线 与传统的电视直播相比 互联网直播根据参与感 观众可以发弹幕与主持人互动 参与评论或质疑 同时主持人也可以根据弹幕内容与网友互动 毫无互动性的直播会导致观众流失 直播效果自然受影响 直播活动中的互动会是由发起和奖励 两个要素组成的 其中发起方决定了互动的参与形式与玩法 奖励则直接影响互动的效果 直播活动的互动分类有几种 包括直播红包 礼物赠送 发起任务 弹幕互动 剧情参与 那么我们通常说的 礼物赠送 它代表的是观众发起互动 是以物质作为奖励的 即观众通过直播平台的礼物系统送给主播礼物 礼物形式根据平台而定 包括火箭 跑车 玫瑰等 而直播红包 它代表是主播发起互动 以物质作为奖励 主要以直播红包的形式 现场赠送红包或抽奖后快递寄送等价的礼物 发起任务 代表主播会发起互动 以精神作为奖励 主播可以在直播中邀请观众一起完成母乡任务 完成后统一授与称号 截图感谢或者口头念出观众名字予以感谢 弹幕互动剧情参与代表的是观众发起互动 以精神作为奖励 在直播中通过弹幕参与讨论 通过共同制定剧情参与直播下一步发展 都代表观众对于主播或主办方的支持 良性的参与及互动对直播活动大有弊 那么我们刚刚提到的直播红包 礼物赠送 发起任务 弹幕互动 剧情参与 这是四种互动的类型 那么下面我们会有一个课堂讨论 我会提及几种互动行动 互动行为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看 它们分别是属于哪 是属于哪一种类型 第一种 去偶像的斗鱼直播间 为偶像赠送礼物 佛跳墙 第二种 主播从弹幕里挑选词语 组成一个新的故事 讲给观众听 第三种 主播邀请观众一起去某贴吧 发贴留名 第四种 现场参谜语 在弹幕中最快猜出谜底的观众 会获得红包打赏 第五种 第五种 主播在北京鬼街某龙虾馆直播 邀请附近的观众到现场一起玩 直播互动的具体玩法 常见的直播互动包括弹幕互动 剧情参与 直播红包 发起礼物 礼物赠送 第一种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弹幕互动 弹幕极大量以字幕弹出形式显示的评论 这些评论在屏幕上飘过 所有参与直播的观众都可以看到 传统弹幕主要出现在游戏直播 户外直播等纯互联网直播中 目前已经有直播平台尝试参与电视直播 与体育比赛 文艺演出等合作 进行互联网直播及弹幕互动 在亚洲杯中国队 中国队小组赛中 豆瑜直播进行了互联网直播尝试 比赛期间 每场的平均观看人数保持在100万人左右 尤其是中国对沙特那场比赛 在中国队员进球的一瞬间 全屏的弹幕6666666 也表达出了观众的激动之情 目前直播弹幕主要包括两类 第一类是网友之间互相的讨论 互相的评论 比如说支持刚才这个朋友所说的 给刚才这条弹幕点赞 说的对 我们北京人喜欢吃这个等 主播对这类弹幕无需处理 第二类是网友与直播与主播之间的互动 如能介绍一下台上都做的什么人吗 一会该出奖了吧 主播等 这类弹幕需要主播与其及时互动 幽默的回应网友提出的质疑 或详细的帮助网友解答问题 2016年7月11日 原创视频博主PapiJohn 在八大直播平台也就是一直播 美拍 斗鱼直播 花椒直播 熊猫TV 百度视频 优酷直播 今日头条 这八大直直播平台进行了自己的直播首秀 在他的直播现场约有2000万人在线观看 不断涌来的网友甚至一度造成直播间服务器瘫痪 这场直播的火热 一方面是基于PapiJohn的前期积累与推广 另一方面则归功于现场互动 PapiJohn全程互动 根据网友的提问 分享了自己的毕业季 大学生活 家庭生活等 他甚至应网友的要求展示了自己的北京摊 直播弹幕瞬间被刷屏 互动气氛一度达到高潮 第二种是参与剧情 这类互动多建于户外直播 主播可以邀请网友一起参与策划直播的下一步进展方式 增强观众的参与感 2015年4月 一向擅长营销的保洁旗下的男士相分品牌Oat Spice 就在游戏直播平台Twitch上 发起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参与剧情式直播 找来一个人在野外丛林里生活了三天 行为完全由用户控制 就像打游戏一样 用户通过聊天输入上下左右按键来控制人物下一步动作 然后统计所有用户的选择 票数最高的动作就会成为这一个人的下一步动作 邀请观众参与剧情发展 一方面可以使观众充分发挥其创意 令直播更有趣 另一方面可以让被采纳建议者获得足够的尊容感 2016年夏季里约奥运会期间 咪姑直播同凤凰网联合推出了走着看里约的直播 咪姑奥运主播在巴西里约街头展开一系列互动直播街访 并应网友要求采访了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奥运观赛人群 带着直播间观众过了一把奥运营 第三种是直播红包 直播间观众可以为直播主播或者主办方赠送 赠送跑车游艇玫瑰等虚拟礼物 表示对其的认可与喜爱 但此类赠送只是单向互动 其余观众无法参与 为了聚集人气 主播可以利用第三方平台进行红包发放 或等价礼品发放 与更多的观众进行互动 直播红包的发放步骤分为以下几步 第一步约定时间 主播可以告诉观众 五分钟之后我们会发红包 八点我们准时发出红包 一方面通知在场观众抢红包时间 另一方面暗示观众邀请朋友加入直播等待红包 促进直播人气 第二步平台说明 除了在直播平台本身发红包外 主播可以选择支付宝 微信微博等平台作为抢红包平台 提前告知观众 这一步的目的是为站外平台引流 便于直播结束后的效果发酵 第三步 红包发放 到约定的时间后 主播或者其他的工作人员在相应平台发红包 在红包发放前 主播可以进行倒计时 让抢红包这件事更有氛围 除了红包外 主播可以用礼物的形式回馈观众 同样可以达到良好的互动效果 2016年5月21日 九星网CEO 郝鸿峰做客大佬为直播 以我眼中的电商生态圈为主题进行分享 分享过程中 郝鸿峰号召观众把直播分享到朋友圈 同时许诺现场赠送下价值十几万的350瓶好酒 结果由于极强的互动性 当晚直播时间一小时45分 突破50万人在线观看 第四种是发起任务 直播中发起任务 类似快赏活动 即在一个指定的板块 在相同的时间 同时做一系列指定的行为 然后迅速离开 在现实生活中 个人力量有限 但一群人一起做一件事 可以迅速成规模 在引起其他 在引起他人注意的同时 满足自我的成就感 在直播中可以发起的任务 包括比如 见群快闪 邀请观众共同进入一个QQ群 在群内喊出自己不敢说的话 直播结束后 此群解散 第二种 占领留言区区 邀请观众 共同在某论坛的贴子下方 或微信公众号评论区留言 第三种 晒出同步动作 号召粉丝一起做相同的动作 随后大家分别晒在社交网站等等 2016年年初 宜家联合Skype发起了 进行了发起任务式互动 3月21日起连续五天晚间 部分英国用户的Skype上会谈起活动广告 邀请他们参加宜家的护照挑战 倒计时开始后 参与者有30秒的时间迅速找到护照 并回到摄像头前拿着护照合影 在30秒内找到护照的人 那些证明了自己重要文件收纳能力的人 将获得一次价值450英镑的旅行机会 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找到护照的人 宜家会赠送一个Lekman的收纳盒 第五种是礼物打赏 在直播过程中 出于对主播的喜爱 观众会进行礼物赠送或打赏 无论是斗鱼直播 熊猫直播 还是花椒直播 硬壳直播等平台 感谢打赏已经成为默认的规矩 只顾着自己说话 或者与观众聊天 对打赏无动于衷的主播 会被观众打伤 没礼貌不懂规矩的标签 在以营销为目的的直播中 主播形象与企业形象挖钩 较差的主播形象 会直接影响到企业形象 因此有观众送上跑车 游艇火箭等礼物时 主播需要在第一时间 读出对方昵称 予以感谢 下面我们进行一次课堂讨论 随生会打算尝试一场 没有现场观众的晚会 只有舞台和表演人员 通过互联网进行直播 并邀请全校师生观看 作为这场直播晚会的策划负责人 请你列出直播中可用的互动方法 并说明具体的操作步骤 第四章 第四节 直播收尾的核心思路 常规的直播通常不会有太多的营销目的 展示主播的游戏才华 日常生活 搞笑语言等即可 对直播结束的设计无特定要求 而企业直播则需要以结果为导向 通过直播达成营销目的 实现品牌宣传或者是销售转化 直播现场的营销效果取决于开场的吸引程度 及进行中的互动程度 直播结束后的营销效果则取决于收尾的引导程度 直播结束后需要解决的最核心问题及流量问题 无论现场观众是过十万人还是过百万人 一旦直播结束 观众马上散去 流量随之清空 为了利用直播现场的流量 在直播结束时的核心思路 就是将直播间的流量引向销售平台 自媒体平台和粉丝平台三个方向 第一种销售转化 流量引导至销售平台 从收尾表现上看 即引导进入官方网址或者网站 促进购买转化 通常留在直播间直到结束的观众呢 对直播都比较感兴趣 对于这部分网友 主播可以充当授钱顾问的角色 在结尾时引导观众购买产品 如某电商平台直播 收尾可以是 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一会儿直播结束后 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在线客服 告诉他一段暗语 他会引导你以九折的价格 买到我们已经下架的爆款U盘 就是大家开场弹幕问过的那一款 现在已经卖到脱销 只剩下库存的一小部分了 可以作为今天直播间的小福利 这段暗语是 大家千万别打错字了哈 拜拜了各位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销售转化要有利他性 能够帮观众省钱 或帮观众抢到供应求的产品 否则在直播结尾 直入泰国深印的广告 只会引来观众的弹幕 2016年5月15日 巴黎欧莱雅进行了 李宇春专访直播 直播过程中 主持人独出粉丝弹幕 与李宇春互动问答 并邀请李宇春 介绍走红毯经验 分享自用唇膏 直播结束时 主持人再次强调购买平台 是天猫旗舰店 以及购买的方式 直接导致直播后 4小时内 欧莱雅天猫旗舰店 该色系唇膏脱销 第二种是引导关注 流量引导至自媒体平台 从收尾表现上看 即引导关注自媒体账号 在直播结束后 主播可以将企业的自媒体账号 以及关注方式告诉观众 以便直播后 继续向本次观众传达企业信息 比如某商场开业直播 收尾可以是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以及最新的优惠 以后最新的优惠打折 和新品的信息 都会通过这个公众号发出来 对了 关注之后 回复惊喜两个字 你会获得一张50元代金券 来商场购买衣服的时候 可以直接截免50元钱了 记得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一起省钱了 再次感谢大家 第三种是邀请报名 流量引导之粉丝平台 从收尾表现上看 即告知粉丝平台加入方式 邀请报名 在同一场直播中 积极互动的网友 通常比其他网友更同频 更容易与主播或者是主办单位玩起来 也更容易参加后续的直播 这类观众可以在直播收尾时邀请入群 结束后通过运营该群 逐渐将直播观众转化成忠实粉丝 如某压缚厂上直播 收尾可以是 这次直播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肯压缚 也喜欢和我们的小团队一起玩 接下来的直播 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小助手 他会拉你入群 他的微信号是多少多少 与今晚一样 我们会在每周五晚八点 在群里发红包 同时也会邀请群里的小伙伴 试吃新品 每年还会邀请群里的小伙伴 来我们的湖北工厂参观 一起来玩吧 下面我们来一个课堂讨论 某全国联所健身俱乐部 将在下月初入驻上海 作为前期宣传的一部分 开业前将进行百人百问的直播 健身直播 由教练团现场回答 网友的健身问题 假如本次直播由你负责 请按照本节讲到的三种收尾方法 设计不同的直播收尾 第四章第五节 直播重点与注意事项 与互联网络播节目 或者是网络视频不同 网络直播完全及时的呈现在观众面前 任何不当的动作 或者不合时宜的语言 都会被观众直接看到 严重者会引起弹幕刷屏 虽然你已经在直播前进行了硬件调试软件测试 你的团队也策划好了整体 直播整体流程与各环节的话术 但并不是有了筹备就会万事大击 直播活动不是一次生硬的演讲 照着直播策划书店稿子会引发网友退出直播间 直接影响直播效果 因此好的直播活动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平衡 一方面是前期策划主播需要按照策划好的流程与台词去完成直播 另一方面是观众互动主播需要友好的引导网友参与直播环节 在直播进行中有三方面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是要反复强调营销重点 一次网一场网会或者是一次球赛 现场观众在开始前就已落座 重点部分在开场点名即可 但网络直播随时会有新人进入 主播需要在直播进行中反复强调营销重点 在直播进行中可以强调的营销重点通常有几种 比如说介绍 介绍主播 主办单位 现场嘉宾 产品介绍等等 比如说关注 引导他们去关注直播间 微信公众号 微博等 还有销售 比如说销售现场特价产品 观众专属的商品 近期促销政策等 还有一个就是品牌 比如说可以邀请他们点赞 邀请他们转发点评等 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要减少我们的自娱自乐 增加互动 直播不是单向沟通 观众会把自己的感受通过弹幕发出来 且希望主播予以回应 一个子只顾自己侃侃而谈 不与网友及时互动的直播 通常不会太受到观众的欢迎 刚接触直播的新人 往往会过于关注计划好的直播安排 担心直播没有按照既定的流程推进 从而生硬的结束一个子话题 进入新话题 实际上几乎没有百分之百 按照规划完成的直播活动 任何直播都需要在既定计划的基础上 随机应变 为了带着观众跟随着自己进入直播环节 主播需要多利用过渡性的语言进行引导 比如说关于这个话题 咱们就讨论在这到这吧 大家觉得呢 接下来我会让大家大吃一惊 大家想看吗 想看的话请用一告诉我吧 今天时间有限 我们再挑选三条弹幕问题进行回复吧 三条以后我们一起进入下一个环节 看到大家还在热情的刷屏幕 刷弹幕 太感谢大家的捧场了 不过我们的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 十分钟以后大家一起来看看谁是第一名吧 第三个要注意的就是要注意节奏 防止被打扰 直播进行中 网友的弹幕是不可控的 部分观众对于直播的主播的指责批评无法避免 如果主播过于关注负面影响 就会影响直播的整体状态 在直播进行中 主播需要有选择性的与网友互动 对于表扬或者点赞 主播可以积极回应 对于善意的建议 主播可以酌心采纳 对于正面的批评 主播可以幽默化解或者坦然认错 对于恶意谩骂 主播可以不予理会 直播活动全场的掌控者是主播 因此主播必须注意直播节奏 避免被弹幕影响 特别需要避免与部分观众现场争执 而拖延直播进度 那么课堂讨论来了 直播进行中 除了本节强调的主要注意事项以外 你认为还有哪些小细节也需要注意呢